每次聊到林心如 相信大家对她最大的印象 也是停留在环珠格格紫薇格格了 当年林心如因出演此角色 一夜走红 甜美的五官长相 大家闺秀的气质 至今都还是令观众难以忘却 紫薇也一度成为了她的代言词 林心如失业有成 生活中还加收爱情果实霍建华 也算是人生赢家一枚了 2016年5月20日 霍建华和林心如工作室 微博正式公布恋情 同年7月5日宣布结婚喜讯 7月31日 霍建华和林心如在巴黎岛举办婚礼 同年9月7日 林心如首度承认怀孕 2017年1月6日 林心如在台湾产下女儿小天使 小海豚身高50多公分 重3300公克 同年5月8日 林心如与霍建华现身行天宫 为女儿求好运 女儿的到来是她们最好的礼物 眼看现如今 林霍建华 林心如两人 上次生第一胎已经过去了两年 按照正常的传统习俗来讲 夫妻在生完一胎之后 也在二到三年内会继续计划二胎 更何况是明星们呢 抛开明星光环而言 他们实际上也和我们一样是个烦人罢了 所以霍建华和林心如也不例外 自然也会有二胎的想法 所以这段时间 网上也有很多传闻 霍建华和林心如二人二胎的消息 其实实际上两人确实是有在准备二胎中了 毕竟有网友曾拍摄到过两人的日常举动 近日有网友在网上相传霍建华和林心如 在准备二胎的事情 当时在网上还传了一阵火热 对于这个事件 不少网友都纷纷前来围观 一探究竟 都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真实情况是否属实 据传还是双胞胎 有网友拍摄到霍建华领心如 深夜现身某医院妇产科 为了隐私起见 两夫妻当天晚上都戴上了口罩和帽子 就是为了不让网友把他们认出来 可惜只包不住火 两人还是被曝光了 最后工作室也发出来了通告 只不过又秒删了 霍建华多年来一直都想要一个儿子 这下心愿总算是圆满完成了 在接受采访时 开心男演霍建华一加一等于四 其实很好 我挺喜欢男孩的 看到这里不少网友纷纷激动了 随后也纷纷留言祝福了他们两个 虽然并不知道这一次 临心如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但还是希望霍建华这一次心愿可以完成 也祝两人日后的感情越来越好 也恭喜小海豚升级当姐姐 明星对于颜值外貌是相当在意的 一般情况下很难看到关于他们颜值拉胯的一面 所分享在社交平台中的照片 几乎都是经过高度美颜 精修处理后的样子 所以他们在大众心中永远都是美美的样子 明星对于个人素颜照 颇为排斥若没有天生励志的底子 基本不会有勇气将最真实的一面呈现给大家 因此我们经常会看到明星路透照与平时印象中的他们颜值反差很大 不过也有对自身素颜很自信的明星 就比如林心如5月24日 林心如罕见通过个人社交账号对外晒出一组个人素颜照 一时间引发外界热议 还别说林心如的素颜还真挺美的 皮肤白皙有光泽 脸上虽然稍微有些暗淡 但并不影响整体美感 反倒给人一种真实接地气的感觉 当天林心如脸上基本没有任何妆容的加持 一双大眼炯炯有神 面带微笑 分外治愈 标志性的中分发型 随着脸部轮廓而下 成熟中带有一丝知性的气息 怀中抱着一只宠物猫 慵懒地坐在沙发上 十分惬意 或许是在家中休息的原因 林心如在造型方面也没有什么修饰 一件灰色短袖 看起来十分朴素 唯一的亮点也是她脖颈处戴着一条项链 虽然纤细但价格不菲 从照片中不难发现 林心如的居家装修并没有显得特别奢华 沙发比较老旧 应该已经使用多年 而且上面摆放着粉色类似靠背的物品 由于素颜相机拍照的缘故 看起来并不是太干净 沙发垫子上也有很多小黑点 不过林心如也给网友送来一波福利 将镜头一转 对着自己的眉腿 来了一张特写 即便主角是猫咪 但这双大长腿却分外抢劲 皮肤白皙且鲜瘦 相信网友们的焦点都在她的腿上 看到林心如的素颜照后 不得不感慨 她本人爱美的意义 即便已经46岁了 但依旧能够保持在最佳状态 这份毅力实属难得 林心如曾凭借在影视剧《环珠格格》中 饰演紫薇一角红遍大江南北 她在剧中所表现出来的柔弱与漂亮 深受观众喜欢 依靠仙女人设圈粉无数 在大众心中 她就是最完美的紫薇 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但现实中的林心如 并非如同紫薇一样柔弱 她的性格很强硬 做事雷厉风行 据她本人透露 这是因为小时候生活所形成的 现在的林心如 已经将事业从内地转移到了台湾上 而且还转型成为导演 指导的影视剧 深得业内人士的认可 如今的她 俨然成了超一线演员 不仅会演戏 而且还会倒戏 演艺事业发展得相当顺遂 此外 林心如还收获一段完美的婚姻 与霍建华结婚后的夫妻生活相当甜蜜 虽然偶尔会有小争吵 但霍建华对她可谓是言听计从 并且还主动承担其照顾家庭的重担 与其他夫妻略有不同 林心如主外 霍建华主内 46岁的林心如 用个人能力走到当下位置 她的强势风格 令无数女生向往 她的努力坚持 同样令人羡慕 就拿颜值身材这方面来讲 林心如所投入的经历 就让人钦佩 女生到了46岁这个年龄段 外在很难保持亮眼 但林心如的状态 属实厉害 丝毫没有显示衰老的迹象 与出道前没有太大差别 有的只是心智 更加成熟和睿智 作为娱乐圈的女生 林心如一直以来都深受大众们的喜爱 不过如今46岁的她也渐渐开始衰老 容颜的状态也不及从前了 不过即便是衰老 但是她的气质依旧很出众 选择的边发卷发造型 也难掩她内心的小女人魅力 果然保持一颗不老的心态 也是很重要 精致的妆容 也是林心如出席活动的标配 虽然难掩法令文 但是也使得她的气质更加出众迷人 果然如今的林心如不再年轻了 其实衰老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很正常 用平常心对待就好 大可不必对明星那么苛刻 从林心如的活动造型看来 她选择了一款白色的衬衫 搭配西装马甲 这样的穿搭造型 也会使得造型 凸显出干练之性的魅力 是不少女艺人 都会选择的穿搭造型 白色的西装裤 也很清爽干净 使得林心如的造型 凸显出年轻魅力 虽然是全白的穿搭 但是也依旧挡不住林心如的气质 橙色的连衣裙 很考验肤色和气质 但是这次林心如就踩雷了 直接凸显出蜡黄的肌肤 但是抛开容颜来看 林心如的身材 也完美驾驭住 这一身橙色的裙装 雪纺的材质 给人一种轻盈飘逸的感觉 凸显出她的知性小女人魅力 开叉的裙摆设计 也是净显小心机 直接将她的纤细眉腿凸显出来 当她穿上高跟鞋后 这一身穿搭就更显气质和魅力了 不知道你们是否喜欢林心如这一身造型呢 卷发的造型很符合林心如的气质和魅力 搭配上她甜美的笑容后 造型就净显韵味 黑色的西装连体裤 干练之性不说 而且修身的版型也会起到修饰身材的效果 直接将她的高挑身材凸显出来 水钻点缀的高跟鞋 也会使得造型更显气质和魅力 这次的林心如竟显贵妇风范 果然很有成熟小女人魅力 霍建华真是好福气呀 中产款的衬衫 作为打底衬衫穿 也是很基础的穿搭 外面搭配上酒红色的吊带皮裙后 这一身造型就更显时尚吸睛的感觉 同时也起到了修饰身材的效果 秀出来的小蛮腰真是让人羡慕 脚上的鞋子也选择了与裙装相呼应的色系 使得造型更显高级感 虽然是平底鞋 但是也依旧难掩她高挑的身材比例 这样的身材还是保养得很好的 不得不说 如今的林心如虽然渐渐衰老 但是气质和身材却依旧很出众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